我媽媽很喜歡我初女的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是馬拉人 我們在澳洲讀書的時候 媽媽很疼她 我媽媽叫她馬拉高 有時媽媽會幫她說我 是呀,很搞笑 因為當時我覺得自己 小時候會比較公主 會覺得我很多人疼愛 當時男朋友很遷就我 明明可能我不對 我都要她來求我 當時媽媽就跟我說 女兒,你不可以這樣 人家已經是個男生 很讓給你 她說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媽媽是台灣人的緣故 我覺得媽媽對我們成長的影響會很大 特別在文化上 可能大家不會知道 原來有時智琳會唱台語歌 我喜歡一些台灣文化的東西 我覺得我媽媽的角色 我覺得她也有一些 我人生的一個導師 我記得媽媽從小到大 都會給我們一些提示 我們聽說做人就不可以學人 媽媽會教我們不可以偷東西 她說如果別人借了東西給你 或是給了一些東西要還給別人 你不可以欠人 媽媽其實她很少是一個 很直接去說這些東西的一個人 就算我過往的男朋友 她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她都未必會 她不會加插她的一些意見 因為她覺得你這麼大的女兒 你會有你自己的一個選擇 她都是想你幸福想你快樂 除非她見到我真的很不開心 否則在所有的關係 她都不會特別說什麼 但我知道她心中有數 這個媽媽其實是一個很細心 很窩心的媽媽 她是一個很關心我們的媽媽 她又不會特別問我的事 因為她都知道我們長大過女兒 有時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世界 還有我覺得媽媽又會覺得 這些都是你人生的一些經歷 其實有時都會見到 都會想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緣分 我都想將來會給到一個完整的家庭的小朋友 如果我不能夠提供到 或者我未找到一個合適的人的時候 我想我不會這麼自私地 因為單純我想擁有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去想 我生一個小朋友出來 因為生一個小朋友出來 其實責任都挺重大 要深存善念 如果我將來有小朋友 我會教她 就算別人對你不住也好 別人對你不好 別人不解釋你也好 不要緊的 就是不需要抱著一個心態 要去報復 要令人不好過 因為你這樣 其實你最不開心的是你自己 還有帶著仇恨她生活 其實並不快樂 我都會希望 如果我將來有小朋友 我會希望她活得簡單 追求者 on and off都有 但其實都沒有特別去想 就是再去想這一塊 都是隨緣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事情 你想這麼多都沒有用 無論工作你可以努力 但是有時 你越想得多 有時就越不是你自己能夠去掌握 去控制的東西 打開香港01APP 立即按下方 01 TV 粒鍵 再按上方 娛樂街 所有娛樂話題湧出來 最熱最爆 發盡娛樂圈所有消息 天天有影片看